因为我那天我有try用Adobe D&N 但是我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感觉有些人天才啊 他用很chip的那个网件已经可以做出来了 但是它这种我觉得至少都要Cinema 4D哦 因为它很精致现在Cinema 4D哦 或者是Brander我不会啊 因为Brander免费的 我没有学的 Brander同样是来做storyboard 这种应该Maya也是可以做到 这种Maya是也是可以做到的 做到很美 你看到很精致 Maya啊Brander啊 3D Max可以做到 其实这个看起来有点 不是很好啊 这个很平啊 这个很平面啊 只有这个是3D哦 像这个啊 这个整个东西里面只有这个是3D吧 这个啊 这个是3D 这个你去scup它 你去做模型 然后粘东西 然后做翻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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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功夫 这个可能要两天来做哦 没有 我看不止两天 三天咯 包括 render 三天 你看它建模做scup 就一天了咯 这个建模一天咯 然后做shader 可能半天 render咯 然后做animation咯 就两天半了 给它多一点时间 三天 等下改叻 等下那个 那个导演不满意 他讲啊哼哼 这样子转不 不够美 明白 他们都意见了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这样子的东西就要花一个一个礼拜多数多天这样子来做这样子 明白 所以这个AE咯 然后AE加3D咯 这个这个3D蛮简单吧 它3D蛮简单的 这个 它最难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镜头有变化 还有shader 你看shader 我们这种 它这种shader 可以用那个叫什么 Arno来做 或者是用那个textualshader的那个 软件叫 叫什么名啊 substance 明白啊 这种是要给专业的人做 你现在你的3D是会什么 你可以试试去做 但是我觉得你shader做不到这样的 我觉得 你应该可以做到这样的 知道这样 知道这样不错 这种很平的 这种没有放什么雪的 还没有什么反射 这种啊 这种简单的 这种简单的 这种简单的也是要花时间来做的 两三天这样子 因为它们这种啊 名牌啊 名牌的东西啊 很严谨啊 至少一两个礼拜来做 这样的东西 原来是名牌 你如果讲啊 我们 比如讲 从Maya做还是怎样 这样 我们是要在Maya那边已经录好这个position 然后才export去AE啊还是什么 这样子 通常它的流程是这样 先做图简 像我这样先做图简 什么叫做图呢 像我这样先做这样子的图咯 这个client proof了 它就去弄假洞啊 不然 不然没完没了啊 你刚讲哦 这个构图是这样 你觉得满意吗 满意的话我们就弄假洞 因为它们很严谨啊 它们的logo啊 全部都要 美美啊 字体啊 都要是它的字体了 因为它们是有 oblet的东西的 名牌嘛 像这个 就没有这样精致的 你看它说是水彩的咯 这种可以用素材的 这个 这个有点水 这个 这个有用素材咯 这个比较rough点的 但是这种是 这种是不能用素材 还是用那种水来做 弄到有点水 用blender也是可以做到 然后这个是trady咯 这种可以用来画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种 这个部分呢 用ae做就可以了 用ae就可以做到 然后这个要用trady咯 这什么用trady 看它 很精致的 这个至少要 一个月我看 做样的东西要一个月 因为它一定会改来改去的 为什么 因为 你看 这样简单的东西啊 它就这样子 你做动画 你要做到很 很 很clean的 做到很精致的 你如果好像收链五百块 你就不要去做 这种东西是几十千的 至少我看这个要保钱了 你看它要拍这个人 它拍这个人 意就是 这个应该是用green screen牌咯 你看 为什么觉得它green screen 你看这边有青青咯 你看到青青咯 你看到青青咯 它的那个反光 青色的反光 反射到这个人的皮肤了 然后它拍摄哦 这几十千啦 我看 五六四千的啊 七八十千 可能 我什么人没有 我觉得 我报价的话也是七八十千 因为它有 talent 因为它有 talent 我看八十多千 最便宜啊 因为它这个时间 你算一下它的时间是多少 你 你们通常是怎样计算钱 就是以 以几分钟 这样子来算 还是什么 算 算天 算它这个是AE的 占额比例 AE可能 用美金来算 哇 用美金啊 在北京是用美金 哦 ok 因为它很像算 像样子有AE的 一天六百 TRADE的一天一千 你要算天 就合成啊 就特效公司都是算一千 一千美金啊 AE便宜咯 一天六百美金 明白啊 但是 那是你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公司吗 你们有这样子的 resources 在那边做到吗 所以介绍这样的 job 这种通常是agency做的吧 因为我也是 我也是 啊 广告公司 but then 我们没有touch到这样了 因为这种通常是agency来 你要做到很精致先 你做到很精致哦 然后agency就会来找你哦 你做到很美啊 agency就会来找你 他找你了 那你就报价 这种通常是 因为这种是coplet嘛 你看这个名字 蛮有名的嘛 他们去找agency agency再去找外面的人 找那种出名的 拍摄公司和那种出名的 特效公司哦 本地我是觉得竞争很激烈 因为本地 呃 现在做广告的人很少啊 现在你都是 for youtube for youtube 像刚才那个同学他是 for他自己做 啊做logo 就是可能他自己的 的优质也那种 食人的 或者是自己做一个快快速的 然后po上去那个 Facebook测试市场反应 这种是比较 我们叫做more and hard sell 这种是coplet 这种是偏 coplet的东西啊 他是 他的hard sell没有这样办 因为你这样子啊 你看你花了多少 你花了几秒时间来 这样子做这样的东西 他没有吃 他没有直接到重点啊 你的花到整三秒 还没 才讲这东西 还讲到不是很清楚 这样啊 明白了 就是coplet 这种是做blending的 这种是blending的 你看到 这种blending 制造那种气氛的 blending的 像这种oreal 这种是blending的 你看到吗 啊这个 这个有用 这个有用些 这种是很贵的 这种是拍摄贵的 特效不贵 那样吗 他在后面有用那个 用些composive的效果 你看到吗 那 他要拍摄 他东西 他叫他重叠啦 他重叠 这样吗 这种就是拍摄贵的 这种是 他们是到后面呢 他才讲他的功用 明白 但是如果像你们自己 本身就去推销 你们的产品 你们直接讲你们的东西 集好了 明白 不会花很多时间 会讲 哇他们在喝茶 那样拍照 那样不会 这都是blending的 ok 我们有点离题了 来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个 这个叫我们 所以啊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什么 layer by layer的概念 这个是所有 所有那个 我们就说 我们vfx啊 最重要就是这个概念 看到吗 一层一层一层 然后后面是拍摄 还是什么 ok 你看都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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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任何的那种电影啊 全部都是一层加一层 包括啊 flex都这样 你看啊 你去看 你去看看 我给他们看 他们都是一层一层的 他们都是一层一层的 这是所有 vfx最根本的一个原理啊 所以 你看啊 你看我 你看我 你看我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东西 都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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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这个这种啊 都是一层一层 虽然有点 老土 因为这个是十多年前的东西 这是十年前的东西 所以它是有点老土的 这种是 因为他们这种是 这种是 这种不是 这种是 这种学院的 这个不美 这个是还没有完成 这个不是那种 怎么讲呢 这种不是 不是那种 商业的 它是那种团体的 所以它的东西就没有这样 这样精致哦 它是ok啦 可以可以看啦 但是不是很精致的东西 你看 它是一种 所那种 社团用的 社团的东西就不需要做到这么美 哈啰 这样子你看到 一来一去 让一来一去 然后一层一层 你看到 这个做得很好 没有没有 这种 这种不是 这种 只是用颜色来吸引的嘛 明白 用紫色蓝色这样子 你就看到很鲜艳 你就觉得不错啦 但是其实是 它不是 它还没有到 coplet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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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let的水准就是这种 像我 像万无之雅 这种就是coplet的 没有啦 这种很激烦 这种就是 因为这种是 一波出去又几千万能看的 你的广告一波出去 就是全马来西亚人看的 全中国人看的 嗯 就比较腻 比较精致点 嗯 所以你要分析 对我们 对我们 对我们的外行来讲 那个 那个 清运就总会有点好 哦 没有啦 这种是 这种非 这种是非盈利团体 所以它做到不是 这我做啊 但是它做到不是 有点随便啊 我觉得 嗯 你看 你看 它就移来移去吧 它就移来移去吧 这样吧 移来移去吧 这样子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 aft effect最根本的概念 这个不要讲 就是aft effect最根本的概念 你们要懂 ok 然后最根本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子的 一层白一层 ok 然后你们要 你们也要了解到 什么叫做 masking的概念 airbrush masking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你看啊 就是说 在以前的 在以前的时候啊 在 在 在80年代啊 因为你们 你们不会嘛 80年代呢 我们做做广告啊 画这种图啊 还没有ps的时候啊 我们是用来碰的 你看你这样碰 碰碰碰 但是啊 它这样子碰啊 它 它切少一个动作叫做什么 masking 这个有点有问题的 这个没有masking 我觉得你后面应该会放masking 这个这个 这个是错的 你不会学好这样子做 因为它这种做法是错的 你的做法要对什么是做的 对的做法 做对的做法一定是要有放masking 因为因为就是因为masking啊 所以Poloshop有masking 包括那个 那叫什么 你看这个是masking哦 你看到吗 包括那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AE也是有masking 你要理理解这个概念 你看他来他他简呢 简那个他把他为了喷这个太阳啊 他就他就画这样子 他就各样的纸哦 他他只是露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洞了 你看到 然后然后他就喷 ok 那慢慢喷 喷好了你看 然后过后他又要再放个纸了 他等下你你看 他他为了 你看他为了怕怕那我喷出去 他他就跌一个纸了 你看他的纸了 你看这个纸了 你看这个扇你看 你看这个扇 你看这个扇 他会捡一个扇这样子的 你看他捡一个扇嘛 这个就是masking哦 然后呢 在以前的时代 因为那时候 电脑的像素还没有这样高 你看像素 那个电脑那时候都是几KB几KB的 所以那时候的Publican Generate 那个这样这样细腻的那个 他的digital还没有 所以他们都是用来画 ok那时候印刷数也 印刷数只是 用来画了 然后分色拍照了 然后 放在那个 包纸上面 或者是拿来印那个海报 那时候Photoshop还没有发明 过后有一部电影叫做Abeez 过后呢Photoshop才发明 Abeez 深渊 ok 但是这个这个有用很多技术 也有用3D 但是他也有用Flooshop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是一个layer一个layer去画 因为他都是这样子一张一张去碰 他也是有用3D 这个 这个 这部电影呢 他就是有用 PS 然后有了PS过后呢 就有 这个是PS啊 就有after effect 你看 PS是这样子 一层再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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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会来到 after effect ok 这个是 然后after effect就是一个挥动的PS ok 你看他跟 他跟premiere 和那个floreshop有点像 floreshop啊 你看 所有的字在上面 所有的tool在旁边 好 这个是 所有的tool在这边 所有的字在上面 他有点像premiere 你看 他跟premiere是很接近的 他跟premiere 和 他是premiere和PS的中间 所以他更加灵活 他也更加复杂 他更加复杂 因为他可以做动画 也可以做特效 有些很厉害的人 他们直接用这个来做电影 用after effect做电影 我开一下premiere给你看 这个PS的link 等下放学过后可以 可以check 现在你倒露 PS啊 啊对 PS的link 现在你倒露 PS啊 PS要买哦 啊 要买 是啦 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知识厂签来的 哦 要买的 什么都要买的 不然他们花那么多钱 一定要买的嘛 可是你以前那个AE 还有那个premiere 就是你 share去买了double free吗 不是free 是因为我 因为我去买 啊是 对 我去买了 然后我只是for 我们这个做 做影视的就需要用到啦 for做影视的哦 啊 所做影视的 因为我们只是做影视的嘛 所以我们 PS我们就不要去touch 因为那种 PS呢 它是more 它是more graphic design 啊 啊 你如果你要做graphic design 你只要wips 或者是你要修图啊 你要做 嗯 就是照片就可以咯 嗯 但是如果你是for 你要画画也是可以在上面画啊 但是如果做影片 就 没有 到 你有什么用到啦 所以这个要去买的啊 对对对 这个要买的 你要你要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哦 哦 你要有知识产权的 因为他们花啊 他们是大公司的 但是你 你去买翻版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学习 他们也是鼓励 或者是你去到路那个 PS Udobe CC 就是早期的 你可以拿来下载来用 免费的 哦 哦 他是免费的 你你下载 他他就算 因为他早期和现在区别也不是很大 只是可能比方 他可能功能没有那么多吧 但是他区别不是很大 嗯 嗯 所以他那个也是可以用 你就知道你要汇 你要汇这个这个概念就好了 OK 这是PS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Premium Premium 就是我一小时就交完了 Premium 那在After Effects呢 我基本的我一小时可以交完 但是 要很深入啊 我要每个礼拜交 不然 你们如果假设你们 好像我假设我什么时候 你们课百多块 然后我 呃 我每个礼拜只是交基础啊 你们你们讲来讲都 学不到东西了 因为要他太复杂了 你看 这是这是这个是Premium 看到吗 OK 这Premium 这是 这是剪的地方 After Effects 在剪的地方在这边 然后他的画面就呈现在这边 看到吗 画面呈现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是所有放那些 你的那些 库存的地方 Premium在这边 然后呢 AE呢就放在这边 OK 我现在示范怎样 把那个图倒进来 示范一个AE的 你看这个 这个人 用第几位外 等一下 第四个呢 这个呢 weekbar 我去weekbar看 没有 我去看 你看 怎样 怎样倒进来 你在 你现在刚 他input进来就可以了 他就问你input什么 你就composition就好了 你不要 你什么都可以的 你就是 你不要match match layer就可以了 你看你放match layer 会长什么样子 你看 不过这个还好 他全部都跟你分层 照理来说 match layer应该是全部 match在一起的 你看你input 所以你要导入图 你来法王 input 你把你做好的图啊 你好像你在ps里面做好一个图 像我这样做好一个图 分好layer 名字都写好了 你直接来这边 点击 他有几种 你如果你在phlotshop 你画动画 就可以放sequence 什么sequence呢 他就是 还好好给他 好像做个动画 因为以前好像有些人 会用phlotshop 来画一个动画 什么是动画呢 动画就是这样 Tripping animation Tripping animation 大家看看 Tripping animation 不长这样子 你看 有些我们会一张一张就画 像以前我们刚刚学AE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AE里面做动画了 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是刚刚在college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做啊 你看啊 这个就是fabric animation 有些人会在那个ae啊 一张一张这样画明白啊 然后呢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会import as a sequence 他就import进来 然后editable layer 那样他就是 好像动画这样你看到吗 就是说你如果你好像你在这边画啊 你好像你就flashop啊 你一张这样画画一个人像指定动啊 这样子你画一张一张这样画 你就可以导入进来 你就可以导入进来做动画 ok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这样做啦 我们都是拿一片一 几张图片进来移来移去 拿字进来移来移去就好 所以我只是你看 这import进来就好了 所以在这边有分咯 computation footage 你就选咯 我们就用footage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我们用editable ok ok import进来 import进来已经把你修排好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好了 那你double click 号码名字都写好了 很方便你看到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弄给他动 想弄给他动呢 这个是时间轴 这时间轴跟这边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是时间轴 你可以移来移去的 怎样讲呢 这个东西我讲的都是很一样 还有这个东西 你过来看这个 我做的那些 这个 你看这个 小孩子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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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来 我这个也是可以把这个字跳跳跳跳跳跳出来 我在第4个 第4秒的时候呢 我就我就我就key一个frame 我就跟他讲这个position呢 我给他在这边 但是我在第2秒的时候呢 我给他出去 知道吗 明白 然后呢 Maya也是这样 Maya Maya 我可能 我来第5秒的时候啊 5秒啊 我trans 这边你看到吗 transform 就是他的移动的意思 ok 他的5个基本功能全部在那边了 我一个一个会讲 我会讲position scale这些我都会讲的 你看 他的位置 第5秒的时候是在这边 然后他可能第3秒的时候呢 他在外面 然后呢 他会转的哦 你这样子他进来 正进去没有什么意思啊 他很显的 明白 这样的动画是很显的 所以我可能我让他转的 他的他最基本的post 他的notation是0 因为因为转啊 他是分身角度的嘛 有有有转90度 转360度或180度 所以我可能给他转180度看一下 看到吗 现在第3秒的时候 他只转180度 明白 但是假设我给他转720度耶 他就一直转哦 OK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概念 我我做这个事啊 全部都是用这样子 这样简单的方法 我都是没有用 我都是用最基本 或者用一点简单的masking masking masking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喷笔的话 masking 你们一定要回啊 masking masking很重要 masking等下我会跟你们讲 遮罩啊 像像在flashop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点我讲 这是很很基本的 你们会讲这几个基本的 几个基本东西过后呢 以后你们就可以用这几个基本东西来做 越来越复杂的那个AE的技术 OK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看到吗 转的 和移动的 我已经讲完了 现在来看hand hand hand 手 我们要怎样做呢 可能我在第2秒的时候啊 这第1秒 或者他第3秒的时候 我给他是正常 这个skill skill就是大小啊 100就是100 他的那个 100%的意思 100就是100% 但是如果我给他0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0% 0到100 他手 OK 明白吗 我已经跟你讲 那个位置啊 叫我跟他skill 但是呢 下个很大问题 你们觉得什么什么 什么很大的问题吗 你们可以告诉我出现什么问题吗 什么地方看起来很怪 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你们有在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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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大小的时候 他这个纸啊 他没有跟住他 OK 这个poster没有跟他 所以你要怎样呢 你看到这个点吗 你看到这个点吗 你跟他 移过去 移到手 然后呢 他就跟了 看到这个啊 这个是 副唱副虚的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poster变成儿子 这个手变成爸爸 parent 这个是parent mood 就是说 这个是爸爸 这个是儿子 然后我给他pan hand 但是你可以跟其他啦 你也是可以跟他放成ps 跟ps 跟着ps 走 看到吗 ps进来就跟着进来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可以跟maya 你看 maya 一直转移转移转移 明白 反正这不是我们要的啦 因为他太过乱了 所以我们给他变成什么 hand hand 小 他就跟着 hand大就跟着大 然后呢 这个其实我是要做masking的概念 所以我就先不提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边传绑了 如果我们在ps呢 我们传绑 假设ps传绑 我会讲座 通常我会 假设这个东西传绑 我会 做一个masking 什么是masking masking 就是遮罩 什么是遮罩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遮罩 我会去剪这样的东西出来 挡住它 看到吗 剪这样的东西 挡住它 我只吐出这个地方 所以我会讲座 我会来这边 这个就是遮罩 你看它 点一下 看到 然后 我用这个笔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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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倒气 倒一个黑色的气 哦 错了为什么 因为 我这个笔 我要给它 max selection max selection 为什么 我就创造一个折罩 这个就是折罩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折罩 什么是折罩 这个就是折罩 你明白吗 我就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啊 我只是 我只是 他为了喷这个扇 他就要放个折罩 然后来喷 你看到 不然 他这个东西 他会喷过去 他会喷过去 所以我就做这个折罩 所以我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把这东西给它折罩 明白啊 没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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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这个 来这边 max selectio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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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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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两个黑色 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 你放大 我放大来看啊 Ctrl加 不是sorry 这个 这个螢幕 可以放大了 这个 哎 算了 看到这个吗 你看 看到这个吗 这个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折罩 这个的概念呢 其实就跟这个概念是一样 你看到是不是一样 他遮住这边 遮住这两边 他遮住这两边 他遮住这两边 你看我拿掉啊 他就看到了 这不是怎么样啊 那个手指 那个也是那 割掉 没有啊 他只是 割这个 poster罢了 手指是跟这个 一样的 你明白啊 他 他 你要你要所以所以你们要 所以你们要基本的知道 layer by layer的概念 明白吧 什么是layer by layer 像这种就是layer by 一层再叠一层 像这种 就是一层再叠一层 因为你们是 你们是小白嘛 你们你们不懂这个概念吗 像做动画也是一层再叠一层 像做这种一层再叠一层 像做这种一层再叠一层 layer by layer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你看啊 你看啊 他就是好像一幅画一层再叠叠上去一层 他看起来就很丰富 像这个动画 看到这个动画 这个他本来是一张 但其实他一张一张纸再叠上去 你明白吗 他可能是第一张纸 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再画这个 画这个 这个山的背景 再画这个一层层叠上去 因为在古代啊 在以前啊 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叫党童 他们拍电影啊 很很很很 很不efficient啊 不聪明啊 很不efficient 我给你什么叫不efficient啊 我给你看什么叫不efficient 就是他们做一点点事情啊 做到那个资本啊 耗到极大 他不懂得走接近啊 这种中国 中国的网站很安静 很很法语 你看你看 他拍这个电影啊 他是真正的 真正的去 真正的去把这个 这个城市给他建出来 其实不需要这样做的 因为后来电影去看影鸭 就要拿vfx 卖肯定 你看star war star war就聪明了你看 因为他的成本很大 你看 他就画哦 明白 他就画 嗯 像以前的电影就 就是真正去拍哦 可能真正去拍啊 然后呢 后来呢 他们就发明了 在这个一放一片镜子 前面用来画 因为他呢 他不要去 种那个树啊什么啊 这个是摄影机啊 他就画了 前面放个镜子 然后呢 他叠上去 我们叫composite 跌一层上去 这个是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黑白片 但是他很聪明哦 他不要去建这样子的楼啊 他用他前面用来画的 像这个70年 这个是六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电影 Burn 他聪明啊 他拍这个地方 他整个那个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城市 这个这个这个码头 他不要 他不要真正的去那个什么 他不要真正的去见 因为因为因为我 我要拍个电影 本来本来 本来去年要去拍的 但是疫情就妥了 我是那个电影的那个supervisor 也是啊 也是拍一个这样这样子的 景 但是我们是真正去拍 拍啊 因为他确实是有这样的景 但是很多细节啊 我们到上面再跌跌上去 加上去 但是这个呢 他可能并没有这样子的 那个风景啊 你明白吗 你没有像这样子的 古代的楼啊 所以我们用了画哦 然后他只是拍这个地方吗 这大丑门的地方 你看 像他拍了这样 像这部电影 他没有这个这个 他他没有这个 那个那个 伦敦啊 他他做不到啊 因为现在 他六十年代 伦敦不是长这个样子了吗 所以他用了画哦 像这个自由女神像是在 在那个美国吗 他不可能去建这样子的楼 在没有吗 像这个Star War 这样多人 你看每一个人穿这种铁甲 你看一百个人 那个铁甲要花多少钱呢 这边有几百个人 所以他只像这个 这个这个飞机 你这样子去建一个这样子的飞机 要花多少钱呢 明白 他们为了省钱 就是这这这一堆人 他使用了百个人 这十几十个人了 二三十个人 牌咯 这几百个人他们用的画 这个也是这样 他做了一个 他做了一个 也就是那个 夺宝骑兵 他也不要去 因为你要买这样多的那种箱子 哇 你要这样看着这样宏大 你要花几百万 那个就是几十千来 可能没有几百万了 几十千哦 就像空箱子 这样大了一个这样大了一个基地 很难的嘛 对不对 还我画哦 但是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 党红白衣的古代啊 三十年二十年代电影 他就真的 他很蠢啊 他就不蠢 他很有热忱 只是他 他这部电影 亏本了 他拍到他整个人倾家荡产 因为他真的去建这个这个这个雕塑 真的找这样多人 明白 所以呢 后来人聪明了 就是一层再点一层 就像我们这样 只是一点一点点局部 我们用来拍 后面部分呢 全部用来用来画 明白 所以我就这样聪明 你看 我就用来画了 明白 所以后来又发明了3D 就是他的他的历史 ok 现在人比较聪明了 你看 都是一层再点一层 然后呢 现在我要把这个这个 跟他做masking 做折照 什么是折照 就像我来讲 这个就是折照 明白 挡住他 这样挡呢 我就这个poster 因为他像穿帮 你看他很丑 我就在上面 你看这个笔啊 我点点点点点 但是他折照 他以为我是 就是 我做了这个折照 他以为我只要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他不要 但是他他以为我这个地方是我要的 然后这个我不要 其实是不是的 所以我不喜欢他倒反应了 明白 这个invert 这是折照 masking 你记得啊 你们只要记住这个概念好 你看 你要记住啊 好像他 你看他喷喷喷喷喷喷喷 然后呢 他喷完了 他又再继续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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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 他喷到这边 他这边是没有喷到 然后过后还拿掉 又再喷 分分两次来喷 明白 因为他要做出一种 好像 有一点层次感 你看 你看过后他会拿掉这个 你看他会夹 你看 然后过后还会补一个纸上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masking 包括我这样 我这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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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就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按sutter 明白 sutter就是减 add就是加 这是折照 他就分几层的 几层的那个layer 因为我们是用电脑 他就是这样子 你看他这边也是叠几层纸 几层masking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这是第三层 明白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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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懂这个masking 这个道理就好了 我们 我们只要把这个 做了这个 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到 这个也是这样 我画这个 我不要看到这个地方 我把它遮掉 遮掉 只看到这个 明白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就不会传绑了 OK 这是最基本概念 然后过后呢 可能 我要加什么呢 可能我这个poster 我还要加一个概念 什么 它不只是这样子出来 它可能是慢慢的出来 什么是慢慢出来 像我做这个 它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了 它就慢慢出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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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一张纸出来 这字慢慢出来 落影落线这样出来 所以这个我要落影落线这样出来 不过我只是教了 我 我不是做project 做project我就慢慢落影 我先了 现在我不学了 我这样只是key一次 然后一秒 我刚才零 看到吗 oppacity就是透明度啊 看到吗 明白吗 这就是 after effect 最基本的概念 你们会有这个呢 这样我呢 我就要教我们3D了 这是平面的 什么是平面呢 平面的就是 这些都是平面的 现在你都是为加点3D 为加点3D你看到 这个你看就是平面的 这个是平面的 平 偏平面的 偏平面的 偏平面的那个 偏平面的那个 你看 这个是偏平面的哦 平平的嘛 graphic 然后什么是3D呢 就是我做那种 像这个也是偏平面的 这个也是平面的 这个也是平面的 现在潮流的 现在潮流是平面的 平平的 我们的扁平化设计 ok 现在我刚才教的都是扁扁平化 但是 3D是长什么样子呢 3D的 就是我之前我做那种 看这个有没有3D 这个也是平面 因为这个已经做渲染好了 我看一下这个 3D反正是以前的 就是几年前的 你看 这个有一点点3D 那这个 不会来做什么 你看多数是以前 以前啊 啊 这种就是3D 以前就是流行3D 这是几年前 你看 10年前你看 10年前的那个 这是我朋友的 他收集的 他每次做3D的 有手机 那10年前 10年前的设计 全部像我 像我10年前 我做的都是这样啊 你看10年前的 那10年前的东西 10年前的偏3D 我看一下10年前的什么 看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全 全部从3D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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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像我做这个 也是3D 我也只能这样做 你看他的镜头 依然一些 好 这是3D 这不是平面的 10年前的东西 都是3D 哦 有招 要10年前的 你看看 看这个底上 一直被3D 有点复杂 所以我给你AE 为什么我AE 我要交这么久呢 因为 很难啊 对啊很难啊 你会觉得 Premium很简单 Premium剪剪下 就很简单 所以AE呢 你要每个礼拜都要看一点 看一点看一点 我这个出基本东西 我每个礼拜都 但是你们要长期看待 你们就懂了 没有 我那个我那个年代 全部靠自己摸索 你看这个 Trading 但这个 真的用Trading 这个我不要讲了 这个不是AE的Trading 我要找到 看牛 看这个团是 所以 所以 当然 这个Premium和AE 你们就学不完了 你看看 这个 这个应该是有点Trading 这动画怎么拍 这个 这个用Trading来做 这个你看到吗 这个 这个肯定用Trading来做 你要回Trading 但是你要来做 你不大需要用这个技术 如果你只是 要做 因为现在流行是扁平化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是几年前的东西 这十年前 10 years ago 2011年 你会这种东西 你有什么 没有什么市场 你明白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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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有Trading 你看 这个就是Trading 你看 整个东西 会向前Zoom进来 有一层一层的 它字有 还是好像没有 它字 你看 它向前移 你看 一点点的 这个字 你看 看不出 你看好像放大缩小 这个做的比较差一点 可能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人去看 就比较差一点 Animation就有3D了 对了 3D了 我只要跟你知道什么是3D吧 是 那我要找那个比较明显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3D的是那种比较garten的东西 嗯 但你因为 你需要 因为你做logo 你就需要用这样的融解 对 对 你看 这个3D你看 这个就是3D啊 你看 它这个做法就跟我这种做法是一样的 我用我这个也是10年前的 过时的做法 你看 所以我现在教你们每次都教你们puff animation 只有一个光 一来一期一来一期 这是因为现在流行这样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很少 但是我也是要跟你们讲这个纸本的概念 像这个你看 这样的东西 像我该做的那个那个清运的那个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吗 你看 这个就是3D啊 这个用3D 看到 它一直重来重去 你看 它的那个东西一直向你前面重过来 看到吗 这是3D 我的这个也是这样 对 你的比较慢啊 对 我的温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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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重的东西 你看 这个相片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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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对 好 哈啰 哈啰 十年前 一直向前充 这是3D 我现在刚刚讲3D 怎样做3D 快快讲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四方形 就代表3D 但是你看 看不出了吗 你要怎样看 你拿上来这边加一个镜头 然后你加了镜头你要来记得 这些东西 你一开始学的 你不需要懂这些东西 这些你会懂 极大极小 这些你要懂 这个颜色不重要 但是这个镜头 你需要用到 或者是有几个angle 你可以看到 你要你要你要有四个 同好我们用一个就好了 怎样看 你过来那边看 这样你就知道 你的这个camera 你看这个camera 你仪器后面一点 然后再来回来按camera 你就知道哦原来我camera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你这个背景 你可以玩了哦 你放大哈 你背景可以放大一点 明白 但是你还不够吗 这个camera这样子 你要来这边 你要你要你要做点动画了 可能你camera这样子了 你可以camera你可以来什么 你可以来做动画 这样呢 position the point of interest point of interest 就是说他那个中心点 这个 明白了 就像我最近一直跟你讲 那个摄影机 他拍的时候呢 他他也知道 中心点在哪里 他 他的焦距在哪里 这边清楚 旁边蒙 明白了 就是point of interest 但是这种东西太深了 我就不讲 我就不详细讲 你看 你过来这边 你过来这边 所以我要讲座呢 我就会可能来这边 这个只是demo而已 还只是叫我们 所以你会叫我们讲座一个 嗯 因为我觉得concept比较重要 concept啊 如果可能我一个一个案例讲的话 可能可能懒 可能可能最后一个小时 可能等下我会讲 讲一个基本的一个 那个 那个 基本的 基本的 我会跟你讲基本的 那perfect animation 的原理 明白了 但是因为你们真正要去做的话 你们就要去做什么 这些东西 通常是后面一个小时 我会讲一些比较 详细一点的 那这个是你一定要懂的 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懂它的概念 你看 我这只是给你们知道 有没有什么疑问就问啊 哇 好酷 你看 哇 有人讲话吗 有人讲话吗 我听到有人讲话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不是 哦 你的 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家人讲话 对对对 你看 你好像移 移过来 你看 移过来 你这样子看又看不出它的那个 区别 可能你要这个 你PS 你可能要移 移到明显点 或者是你的那个 手啊 你的手 可能移到明显点 可能你的手要 position 你要移到明显点 好 OK 你看 然后呢 这样子还不够 我要放一只狗 应该 我每次都会放一条狗啊 放那进来这位 这狗放那边 但是我要放trade啊 你要放trade过后呢 这样移过来说呢 你看 因为他就有看很很很很很立体啊 可能你 我觉得这个这个位置不错 像我这边 这pushion啊 key一次 放个整 就是就是我们的key key啊 keyframe 什么呢 就是我就是我我一告诉他 现在他站的位置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他在他到第三秒之后呢 他移过去 看啊 看啊 他这样进来 好吗 明白吗 哦 然后我再移另外一只狗进来 对 他的效果不太好 效果 这个就是好效果 哦 就是看起来 看起来比较比较立体哦 他走 跑进去啊 嗯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做到像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我花很多时间来做 嗯 这些都是很花时间的 因为 因为我 我如果我一直做 做到很调到很精细啊 你们一直看我都没做 我没有意思啊 嗯 我应该要让你们了解concept 而不是我在表演 我这样做 明白 我如果做到这样子 我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们只是看我 好像 我在那边做饭 哇 做得很精彩是不是 假设我们那边煮饭啊 做得很精彩 但是你们 你们不懂他的 他的眼里哪里 我应该是 把概念 告诉你们比较重要 然后你们 你们整个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们去实践 你看 你看 你看他这只飞飞进去 就跟这个狗飞进去是一样啊 只是我这个调的比较细吧 你看 他移过去 那狗飞进来 嗯 这个镇头可能又可以再移咯 你移过来了 你再你再key他 你就可能再 挑上点 挑高点 啊 再看 看到吗 那我可能又 有可能又再加头一头狗进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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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狗呢 这个狗呢 我可能也是给他抓了一个3D 这个狗呢 这个狗呢 可能从 从 你看 我来这边啊 top view 就是从上面下来啊 可能我 从后面 往前面 冲过来 回去先拿 你看 很复杂是吧 你觉得 其实很简单的 那是最简单的 后面的更复杂 很复杂 啊 很复杂 是 那个camera 转来转去 那个camera 我不知道 那个camera 你看 这样子 移来移去 啊 啊 是 所以我现在 我为了要让你懂 我可能 我 只是做camera 这样你就明白 你明白 就是我只是要让你 这个叫什么 3D啊 ok 我就把那些什么 这些 这些不重要的 我把它删 我把它删掉 我只剩下一条狗吧 知道吗 这是一开始 camera 看到camera吗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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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把这个camera 把它删掉 只剩基本的 camera没有动了 你看 我现在只有几个layer 很简单 一个背景两条狗 是不是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呢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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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我这边看过去的 我的视角就是camera camera 如果我front view 就是前面 back view 就是后面 top view 就是从上面看上去 right view 就是从右边看过去 boughton 就是从底下看上去 然后呢 custom view 就是说从旁边看过去 这个我们要测视角 perspective view perspective view 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用perspective view 就是我们 我们只是要知道 它清楚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明白 旁观者看过去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知道 哦 原来他有条狗 原来他到了 第5秒的时候 那狗进来了 然后第6秒的时候 那狗进来了 旁观者 旁观者 旁边人看 这个是 cameron E就是主观视角 主观看过去 那主观现在 因为他没有动嘛 他只看cameron死死的 没有动 所以我就在旁观者的时候 我就弄了它动 可能我在这边 我到了第1秒秒 我要移过去 你看 X啊 XYZ 我现在我MAYA 不会用啊 MAYA 出现问题 不然我可以给你们 找什么XYZ 应该是用不到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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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YZ 3D 看到这个吗 看到这个东西啊 嗯 我们中学的时候写的那个数学啊 我们有做个graph咩 z是向上面 当然这个是错的 这个应该是3dmax的 其实它应该是y在上面 x是向这边 y是向上面 这个是对0 数学啊 我们做graph graph editor 数学不是有个graph咩 我不懂啦 phomfy有学过一点 我忘记了 以前我的数学不是很好 你看它的x就向这边 然后y向这边 这个是这个轴 然后z就是众生 就是往里面去 或者是往外面吐出来 x和y 然后你看这个 y就向上 然后x是向右左边 所以我会往这边过去 看到吗 或者是我这两个一起拉 然后这样子很难拉 我就来top view 因为旁观者很难拉 所以我就来这边拉 我这不拉x 然后你过来看看旁观者 哦 你成为旁观者 然后等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 现在叫我们3D有点有点太疯 啊 啊 你就知道哦 原来这个狗是这样 可是你记得啊 可能还移不够眼 你要移眼眼 怎么移眼一点 就是你要至少你要看到另外一只狗 也是在那边动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啊 啊 你又来camera1 就是这个camera1的视角 你看到吗 这是最基本的一看一只狗飞进来 然后另外一只狗跳出来 看到吗 啊 啊 啊 然后背景我可能可以可以加点背景 如果你喜欢我们会加点背景呢 就说觉得有点boring 可能可以加点 这个背景 加在后面 看到吗 我们有放它3D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旁观者的视角 哦原来长这样 哇这个这个很大这个图 这样我把它缩小 我不喜欢搞这样大 我就把它图缩小 知道吗 没有啊 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每次会跟你讲layer by layer的概念 就这样 我们我每次不厌其烦的讲这个idea layer by layer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给你讲什么是layer by layer 看到吗 看到layer by layer 我们像我们做的我们都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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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好像3D的 对 原来你看啊 这个啊 它整个东西是3D做的 它前面那个飞机呢 这个飞机它是做3D的 它后面的背景是用来画的 明白 如果它后面的那个云那些还是做3D 它就是很 傻 它云啊 如果一朵朵的云去用3D来做就是很 很不逻辑啊 就和这个人这样子 就像那些人 他做那个电影拍的电影 明明可以画啊 不要画 他用来做 他不是亏本咯 因为电影始终是一个商品 你也是 你也是要想办法去用低成本 或者低成本 或者用精明的方法来做一部电影 你看啊 这个 党同罚一 不好意思 党同罚一 把这个 像这样子呢 全部东西都做出来是 很浪费钱 很浪费钱的 像这个 像这个电影 聪明啦 他不是聪明 他就是 他不要浪费这样的成本 你看这个 所以他后面的云 他后面的云是我们画的 全部一张张画的 他这个整个东西都是假的 啊 前面的水 包括这个 我看这个 这个 一有 有可能拍 有可能是做3D的 有可能拍的 你看 做这个3D 这个水是3D 你看看 嗯 这个可能是拍的 有可能拍 他拍了 后面这些都是做3D 或者是一层一层跌上去 你看到吗 啊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的AE也是教你们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一层再跌 你看到吗 一层再跌一层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概念 你们不要懂 你们懂了这个 你们就会做很多东西 啊 你看到吗 这可能是低沉 然后这只狗飞进来 然后另外一只狗也飞进来 你看到 另外一只狗飞进来 那狗突然飞进来 你看到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背景太大了 所以我要去调他的背景 所以前面那黑色的狗 就是 是 是 飞进 从前面飞去后面 后面那只狗 是从后面飞去前面 对对对对 所以就感觉到有3D的跳舞 啊 对假的3D的感觉 包括 这种是做电影 就是最基本的 做电影 他们我们叫什么叫光影魔术 就是光影的魔术 就是 你看这个狗 你看 你看 从小变到大 你看 嗯 那这个 可能要 topview 那个 黑狗就是前面去后面 反狗就是后面去前面 啊 对 你看这个狗 向前 这个狗可能你向前 觉得还不够 你还可以再向前一点的 嗯 你来按topview 看到啊 看到啊 看到 topview啊 你看spacebar移过来一点 spacebar 然后把这个东西移来前面一点 移到镜头前面 看到更清楚 怕你看不清楚啊 所以移到电影前面 然后 你来这个旁观者看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旁观者吧 旁观者视角 然后你要主视角 然后你要主视角 就是cameraE的视角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明白啊 你再偷偷排 你再偷偷把描述 你这招偷可以保护看 你看 啊 你只要明白了 这concept 那样子以后 你做AE呢 你们就是,你们先去找图,一张一张先,移来移去先,加一个CAMELA移来移去,先测试先,先熟悉先 所以我就跟你讲概念,概念很重要 你看,就这样咯 坐一下脚比较深一点,花半小时脚 是不是很清楚,更明白 另外一位女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装不到AE的,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可以,大概明白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我是把整个industry的最基本的底层逻辑告诉你们 明白,就是我们的吃饭,我们去现场拍戏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头脑就想到雷的买雷了 这个东西要不要做,这个东西 那个导演问我们,这个东西要怎样做 我就要讲,这个东西这样靠近镜头 我们就拍真实的,或者做3D 后面的圆就不用管它,放一个绿幕 我们过后把它key掉,然后叠成那个 这个好像一个风景在后面就可以了 明白,这是我们的那个吃饭的武器 明白 明白 你们只要懂了这个基本概念 我要去给你找一个软件 不然你用不到,你是纸上旁边 明白 因为你还有其他什么电脑吗 我还有一家,我过后试试看那一家电脑 你要测试一下 你们做什么要有科学精神 就是要测试啊 实验做什么实验 明白,科学精神 ok 然后这个讲完了 我们要讲,比较深一点东西 这我该做一个实验的 简单的实验 light stroke 我就做一个这样子的光就好了 我之前有交过一次 你去看我们的那个group 但是呢,那个是另外一个technic 那个也是这样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technic 它是根据字的 根据字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会比较难一点点 一点点 这边有讲 你们进来group里面看 A1 这个 看到 你们可以去看 你要记得来看吧 这个呢 是教 教你们怎样做那个字 这个很复杂一下 把这个东西以拉 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 它那个光还会跟着去自走 ok 但是呢 这个字 字呢 就比较简单 只是你跟它convert 去pub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它画 你自己去画一个logo tracing一个logo 这个是我们一个同学的logo 我刚才拿来做一个示范 做一个示范 可能我只是先做一个圈 明白 先做一个圈 我会跟他们讲 这个时候我只是要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那个东西绕一圈 然后过后也是可以认证 慢慢那个光会根据这个东西走的 明白 就画出这个logo出来 一刀光画这个logo出来 ok 就我我看他讲 想讲讲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一开始只有这个图片 我先看那图片哪里 我重新再做多一次 我重新再做多一次 因为你们都是小白做 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这个蛮复杂的 因为这个蛮复杂的 不过你们很少做的话 你们会比较投空的 ok 所以你看啊 我做一个新的 New Project New啊 New Project Loan Safe 然后呢 我 找到这个图了 我自己把它丢进去 跟Premium是一样的 拉进去 ok 这是我们一个同学的 他之前要做一个logo 他想要这样做 我是觉得这样做的 法是搞对的 你看拉过来这边 这个啊 记得啊 放 他这个东西呢 你过来看他的大小 Compersive Setting 什么意思 他这个是640x579 但是这个setting呢 你可以换 你可以换成 市面上经常用的 HT1080 这个是广告 经常用的 不是这个 1080 这个 这个 你可以换成这个 ok 你可以换成这个 ok 然后呢 我select这个东西 看到吗 我select这个图啊 这个沿途啊 就是他做的logo 我们一个同学的logo 他叫我讲 他之前问我怎样做animation 我在第7个里面 已经示范一次了 ok 我select他 我来这边 autotracing autotracing 看到吗 意思是什么 这个图呢 我会在上面做 他会自动生成一个图 一个图 这个图呢 他会生成一条线 他会慢慢画这条线出来 然后这个线呢 是可以做动画的 不然呢 这一张样子的图啊 我们是做不到动画 因为他是 我们叫做 还是一个图片吗 明白吗 一个图片什么都做不到了 所以这个图片 我做了tracing了 然后呢 我过来这边看 他有不同的 那什么 我先做这个 第一个 一个圈要怎么做 ok 然后我也怎么想做 我直接来这边 我会来这边 我会来这边 加一个stroke 通常呢 effect啊 是来这边做招的 general stroke stroke stroke就是他的线 我要做一个线的动画 然后stroke 或者你要快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 看到吗 这边啊 右手边这边啊 这个就是他的保障 他所有的东西呢 都在这边 他的兔啊 什么都在这边 你刚才讲的那个trace 在layer 是不是这个跟上个礼拜 讲的不一样 上个礼拜 直接 所以这个是 换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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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啊 不是不是不是 effect 我 我 我在重新 你看 我来这边 我 我只是来layer autotrace 哦 layer autotrace 他就自动 pop出一个东西出来 你看 嗯 这个 ok 他已经 会把你trace好 不同的 那个 masking了 嗯 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才有 实践意义啊 嗯 因为你的logo一定是自画的嘛 你不可能每天都是做自动画的嘛 不logic的嘛 明白 所以你一定需要做 你一定需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一定有这个机会 明白 所以我做个很简单 就是做一个东西 东 然后一个广 在上面就好 然后其他的很复杂的 也是可以做啦 那花很多时间吧 ok 所以你现在讲 有已经有了 那已经有了 然后 然后我来这边 因为我怕我们不懂 所以我这个 这个东西呢 他跟premium有点不一样 premium是在这边 你看咯 这个effect怎么在那边呢 premium premium在左边 然后ae是在右边 区别是这样 所以我就加个stroke stok 然后我拉进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现在我指示 因为他这边有不同的 我要mask1吧 因为我要我要 我要画外面这条圈吧 里面的可以画 慢慢画 但是先不要管他 先画外面这个先 然后我就跟他 untransparent ok ok 他他就有一条线出来 看到 但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要他动呢 所以我要弄点动 所以我会来这个stroke里面 我看行的同学一定是blur的 你看看 你看 stroke 就是他的 我们要取这个一个 stroke 是什么意思呢 stroke中文就是 线的意思 blur stroke 你懂吗 你懂吗 很复杂 很复杂 我坚持教你们画一条线就好 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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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logo 我只是把你描一条线 这就是所谓的stroke 明白 就是一条线的意思 stroke 就是一条线 这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概念什么 我 我跟这个logo 画一条圆圈的线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线的 只是 只是这些 我要是要去加 我要慢慢去加 可能我要再去加 一个stroke2 你看我要加多一个stroke2 什么意思呢 stroke2 可能是masking2 看到吗 ntransparent 知道吗 然后你要 你要跟它讲你的那个 是多少 但是这个可能是另外另外 另外在create 我先不要管它 我先做第一个先 这样你刚才加的那个stroke 不是直接拉去那个mask2那边 而是拉在下面effect 对 对 是啰 就这样 ok 这个呢 stroke 它是link to 这个mask1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可能我要另外再复制 复制不同的 如果我要做里面的话 我先做外面这个先搞 先搞清楚 因为它蛮复杂的 后面的其实就跟以前做的是一样 只是 新来的同学 可能会很blur 我觉得它们一定要很搞清楚 这种事情只要看到五六次啊 你们就很明白了 然后过后我们再交集了 你看 ok 懂了哦 这个懂了 h u shit h u shit 我们就在创造一个 new 呃 呃 先做个动画先 做个动画你看看 什么动画呢 你看 现在是0秒啊 0秒 还是0吗 100啊 我第二秒的时候啊 我要key一次 我要看他100 我0秒的时候呢 什么是0秒 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没有stroke的 我给他变成0 什么意思你看 慢慢画出来 100就是100% 他一开始是0% 然后就慢慢1% 2% 3% 10% 15%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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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条线 明白哦 你们会觉得乱吗 不会了 这第一个 这个我们可能叫 啊 哎 这个叫 max1 这是formax1 然后呢 比如一个new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卡controller 什么是controller 控制器 什么是控制器 好像我们 好像一个饼这样 好像我们要去哪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来控制的吗 好像你要拍摄什么 你要拿一个东西来拉 这控制器啊 这个东西到哪里 这个东西去跟着哪里 他可以拉来拉去的 他可以走来走来走去 你看到 明白吗 这是控制器 ok我先做个控制器 可能我就给他 max1controller ok max1controller 然后呢 我就 as usual new solid 什么是solid呢 这个东西 我每次只讲layer 但是我很早跟你讲这个东西 这很重要 你看啊 你去layer layer就是layer 就是一层再叠一层 一层再叠一层 看到吗 但是呢 我来layer new 这边有不同的东西 你要加text 可能你要你要打字 你就在那边加 可能可能什么 how iu 你看 how 那 这个ho在那边 那 就是在layer里面的 在ps也是这样 ps我要打一个字 我在那边打一字 可能how 他就出现了 一个layer 这个ps ok ps 一层一层一层 然后呢 ae呢 有text 有什么 solid呢 就是一个面板 solid就是一个很实的一个面板 在ps呢 就是什么是solid呢 有可能我再来这边 按solid color 我要红色 那一层呢 有没有 明白 你移下来 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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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移下来 就没有了 这是solid solid 就是一个 实的红色 看你要放什么颜色啊 所以我来这边 我就加一个new solid 我看红色 看你要什么颜色 我看红色比较明显 有没有 比较看 OK solid 哇 很红啊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不 你不可能只这样放出的吧 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要这样做 不是 我们不想要做 我们要在上面呢 加一个广 什么广呢 通常会来那个generate generate是最长工刀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 我会来用个frame 但是我每次要去找我 很难度啊 我每次来这边搜寻 我还用frame 你就按那个lensframe ok 放到里面 看到吗 我会移来中间咯 然后呢 我就放成可能 一个了 ok 这样子 ok 看到吗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个我要把所有东西放到中间 这个是100 就是它的print 那个lens 它就像我来 就像我之前讲的 在premium也是讲 这是1055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做 focal length 它的镜头是 它的那个 镜头是这样子 如果50到300 它就是比较 这个我 其实我 35就是比较扩一点 然后105 就比较散一点 然后300 就比较细一点 ok 就看你选的 ok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啊 我 我要给它名字叫 flare mas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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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然后呢 这个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跟它 string它 诶 sorry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sorry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放红色 我要给它变成黑色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一开始的话 我开始让你们看到比较清楚 所以我放红色 所以我一开始要给它 应该开创建这个时候呢 要放黑色 所以你看我创建的时候 我要放黑色 ok 黑色啊 然后 拉进来 放这个 然后放到中间 这个光啊 光晕啊 放中间 移到中间 缩小 缩到30这样 28K 小一点 就更小了 ok 这个光 ok 我觉得ok 然后呢 我可能就给它 我命名 mask1 flare 但是呢 现在是黑黑的 我们要给它穿透 什么是穿透呢 我要来这边 scring它 你看 穿透 什么是穿透呢 你看这个东西 这样是不行的 如果我这边创建一个 solid 放黑色 可能我这上面画一个白色的东西啊 画一道光 光 ok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光上面呢 我加一个 add screen 明白啊 他就会 add呢 这种我们叫做穿透 这种我们叫滤镜 什么是滤镜呢 这种是从摄影的概念 导入出来的 soft light 这些都是从摄影的概念导入出来的 就是以前我们拍拍拍照的时候 我们会放上面叠一层蓝色的镜头啊 明白啊 或者是让它的那个 我们拍照的时候啊 让那个画面更加contrast 我们叫UV镜啊 什么什么什么镜啊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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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拍拍戏的时候 我们或者拍拍照片的时候 我们会上面加一层filter 这个就是filter 这个就是filter 所以我就我就我就叠了一层filter ok现在够了 然后现在我要做什么 我这个mass 这个mass 1 这个mass 1 我要把这个puff啊 ctl c啊 什么ctl c 这个sq 7 7 7 9 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就问了 有点困难 对,很复杂 我完全不明白 你完全不明白 你看Ctrl C 那画黑狗和黄狗要明白 因为那是最基本东西 这个是专业的东西 明白,我再拆解跟你讲 我用最小孩子的 比较简单的东西来跟你讲 你看看 这是原图 这是原本的图 这是楼座 其实我要做出来的东西 我要做到一个光 我是做的很简单 就是围绕一个想像星光 围绕它转一圈 就像这样简单的东西 但是它的过程是很复杂 所以我要讲 我这样子一张图 我要讲在上面画一个东西 一我就在画 但是我画的同时有个问题 我不能够做一个Mask 因为它一定要Mask 跟着那个Mask 跟着那个折罩 它才可以做动画 如果我这样子去画 我是做不到的 这样子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我要做到很精细的画 我自己还能用这个Puff去create 我自己还能用这个Puff去create 做动画 假设我这样子去画 假设我这样画 我是做不到的 我不需要tracing 所以tracing我就要来这边 select它这个东西 然后autotrace autotrace在AI 就是那个illustrator 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做的那个叫什么 做logo的那个软件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这是平面软件的 它会自动把这个图画上去 画 就是它会把你画这个东西画上来 所以我就画好了 画好这个 它自动把我画出来 它自动把我画出来 所以我只按autotrace 它就会做出这个 画出来 对 但是呢 它分成不同了 有这个外面 它帮你画一些外面 画里面呢 画这个 它这个 紫色的 它就分的好好了 但是我只是做外围就好了 因为很复杂 我只是讲的清楚 外围讲的清楚 你们就 我就卸定卸定了 今天我是讲外围 因为我全部都做 除非我自己做project 我慢慢做 可能做一天 这样做 做几个小时 但是我做示范 我不需要 我知道让你们明白 所以 我做好这个 你看到吗 我只是做这个 Mask 1 我现在只是做Mask 1 动画 然后我做完了这个Mask 1 它只是Mask 1 它没有东西 什么叫没有东西 它没有效果 什么效果 所以我就来这边 加一个Stroke Stroke就是它的效果 嗯 我要在上面 我要在这个 这个折招上面 这个它它已经帮我画了这个线吗 帮我画一条线出来 我就在上面 跌那个 跌 跌住一个 一条线在上面 Stroke就是线的意思 所以我就加了一条线在上面 你看 可以看 Effect 有一条线了 怎么我知道还有线呢 嗯 啊 我已经这边做一个动画了 你看到吗 End 什么是End 就结束为止 嗯 它结束的时候是100% 它一开始 0秒的时候 它是0% 它就慢慢画一条线出来 明白啊 嗯 现在已经很明白哦 只是 画一条线出来 但是呢 我现在要复杂的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要夹一个光在上面 这样没有意思啊 你看到 这有什么意思 嗯 所以为了夹一个光 另外一个东西有什么问题 嗯 有问题就问 可能我才两三个人 还有 呃 没有想加这个光 所以我现在 我在跟你讲 因为前面你还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跟你讲 讲到这边咯 所以我讲加光 我就要先做一个控制器 这个 因为它那个光啊 它不可能自动跳去黏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光呢 要黏在这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要黏在这边 它是一个好像连环技这样 好像机器人啊 机器人 白色人圈那边 你懂什么叫机器人吗 啊 这个东西呢 要黏在这个地方 嗯 好像 让我们做一个机器人 像是做AI这样子 概念也是一样 就是说 好像我这个东西动 我要这个手 拿住这个球 这个球啊 要黏在上面 嗯 在那个球上面 可能要发光 所以我要把光黏在这个球 这个球再黏在上面 跟住这个东西走 嗯 所以我做这三个东西 你知道吗 嗯 这个就是那个球 或者是个手吧 或者是一个好像黏脚 就是一个黏脚 这个黏脚会黏在这个东西上面 但是它黏在这个东西上面没有意思的啦 我们要做个光 这个就是光 这个就是光 明白啊 所以这个光要黏在这个上面 那好像没有黏的 为什么不会黏呢 因为我要在上面做一点手脚 我要把这个这个证明的参数抄过来这边 所以我来吗 masking one 来这个地方 嗯 mask path 然后control c control c 什么是control c OK OK 好 Ctrl c Copy的意思啦 Ctrl c 然后呢 我要来这个 Position Ctrl v 看到吗 所以现在这个 它会跟着好像转移前 哈喽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跟着转移前没有意思的嘛 因为这个空的 这只是一个controller 一个控制器 它是虚拟的 它是空的 它是看不到的 我们是要这个光 跟住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四方形 到时渲染出来 这个东西是没有跟的 这样没有意思哦 所以我讲呢 我就让这个光 跟住这个 跑进来这边 这个东西控制这个光 所以我要讲座 我会讲 我会讲座 我会copy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 你看到这样 flare center 我要alternate 什么是alternate 这个就是alternate 我要按测alternate 点击这个东西 你看到吗 alternate 它就变成一个表达式了 什么是表达式 就是说 这种是控制 然后你做AI 做什么 做什么 机器啊 好像你去开那种机器 什么 它都会用这种表达式 就是向前走向后走的意思 它这里 它这个东西是有表达式 它现在变成表达式了 然后呢 你把 你不要去打什么数据 你不需要打什么数据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link过来 link过来这个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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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道光就做出来了 后面那个光 我看我就不要做了 你明白 这个才拿 看着那个 那个 移回去 我再示范多一次 你看 现在这个呢 这个东西 怎样跟住它 你明白吗 你明白 你明白 这个你明白吗 这个你不明白吗 所以你要来这个 这个啊 你要来这个啊 Fray啊 这个光啊 我要拿你看这边 你下面啊 你一你就来这边弄 你那边按 那也是可以的 ok 不然你就在上上面弄 ok 两边这一方都可以 然后你拉这条线 到position 就可以了 那就跟了 好 这个线 那个iphone很小 那是什么 在那个play的那边 那你拉出去的 哪个 在这边你看 你看 我在示范多一次啊 alternet 看到这个吗 这个啊 对对对 好像大便这样的 你拉到这个 position 就可以了 哪 哪 哪 啊 这看下这个啊 你你你你先吸收这边就好了 就这个已经很复杂了 嗯 其他的就是重复 重复就可以了 其他就要慢慢去复制他咯 可能我要一个一个去复制 然后慢慢重重复该一个步骤啊 这是第一个步骤 对啊 看出来也能掉下这样子啊 嗯 然后然后其他也是可以慢慢画 慢慢画 这个可能我cw我慢慢弄哦 或者我自私底下弄弄了 然后我就做一个动画给他们看 或者是下个人会弄啊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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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明白 已经是很吃脑啊 嗯 OK 其他的我都做同重量重量的步骤吧 嗯 同重重重复同个 该步骤你看 对吧 对吧 OK 可以 或者是你要可以加contrast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好像光啊 有点 不是很 不是很对耶 不很亮啊 你看这个curve 进来 啊 对吧 你就跟这样哦 嗯 他就看起来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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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一点啊 是不是 哦 这样子吧 OK 或者是啊 可以哦 就这样 那光的圈部可以调好像 呃 curve curve是什么 有小变大 蛤 这个光的像圈部调有小变大 那光可以啊 光点 可以啊你的光你可以来这边改的 你可以来这个lens frame改的 哦 因为他可以不可以啊 在转的时候他可以 就 小变大 可以哦 可以哦 你就你来那边keyframe哦 哦 你来那边keyframe啊 你啊 好像是好像 你到第4秒 你啊 你看这个 你很美啊 你很喜欢这个吗 你可能一开始 给他 删哦 嗯 嗯 嗯 就这样 嗯 就这样 嗯 嗯 就这样子就好了 okok ok ok ok吧你们你们有什么 嗯 我发出这个 哈哈哈 会很复杂吗 ok了哦 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没有用过你们就会很复杂 啊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没有用过你们就会很复杂 你们要去做吧 啊 啊 你们要你们要去做 啊 我会upload你们慢慢看哦 他只是四个 他只是 他大概有八九八个步骤这样子我觉得 因为他每一个应该有两三个步骤 我没有四成嘛 大概有八九个步骤 明白 但这个如果是给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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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的话他他会学到什么 他就是学到 用tracing咯 因为之前都是用那个我们用那个字的 字的比较容易只是这些 直接 直接讲什么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讲 这个现在比较实用一点了 字的话就是这样咯 字的话就是给它convert from text convert mask from text ok这是字的啦 字的需要上桌 字的也是这样咯 它这个跟字的概念差不多了 这个跟字的概念差不多了 ok 有问题吗 ok 你要自己做先哈 才可以知道 是啊 你们另外遇到很多问题了 ok 因为你们是初学者嘛 所以我每次都是 前面我会讲什么基础东西 然后后面我会讲一些深 但是我没有讲到很深很深啊 不要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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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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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其他东西有问题吗 应该没有了我们就看回你的video咯 嗯没有问题 你你这个 其实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做的 只是你要慢慢去做咯 就 就重复改你的步骤了嘛 它还有Mask2 Mask3 Mask4 哦 明白吗 嗯 那可以 好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好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